台湾原住民族自然资源运用与永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26号在台大校友会馆举行 现场也有多位学者出席共同探讨 台湾原住民族传统知识与政府体制相抵触的窘境 有很多的法律限制原住民可以很自由的使用这个自然的资源 台北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所长林毅仁表示 原住民传统领域从日治时期 几乎就是由国家所主导 伐木与山地开发也成为国家对原住民传统领域的主要活动 而这样的行为也扭曲了原住民族与自然相互依纯的生态关系 林毅仁进一步指出 国家体制应该纳入传统领域的概念 才有机会创造国家与原住民族群互惠的可能性 我真心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知识可以对我们的政府部门听到 可以在我们的共管机制里面被纳结 因为这些传统的知识是所有管理的基础 长期关注原住民族自治的师大原住民族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汪明辉则认为 国家若只是单纯将传统领域概念纳入体制 只是一个共管的机制 认为政府应该释放更多的权力给原住民族 让原住民族拥有自主权 在谈共管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自治的一个共同意愿 崇高的目标 如果放了这个不管 关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共管机制呢 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们顿时 以往我们原来还有一个更崇高更遥远的目标 不过所长林一仁也表示 政府与原住民族的共管机制还只是一个计划 也期待政府未来能有一套 与原住民族的共管机制计划 才能进一步规划族人想要的自治模式 记者古墨牙与打路台北市采访报导